但是在民眾的溝通跟認知 尤其在一些團體的煽動之下 我坦白說核電的爭議基本上是無解的 核能流言終結者對於能源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要比較務實地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國今天缺電的危機不只是尖載 不只是尖載的負載 是基載的根本不足 那基載就是核能跟燃煤 那我們一直訴求就是說 如果我們提升基載的比例 那最明確就是說核一二三廠 那國外尤其是美國 一百多座有七十幾座全部都演繹 演繹其實是世界的主流 核一二三廠就演繹 那核四廠蓋好了就趕快讓它商轉 你每年就可以省下至少一千五百億元的成本 那這一千五百億元的成本 你就可以拿去發展再生能源 發展建智慧電網 然後甚至更新這個節能的設備 甚至是加強環保的措施 你什麼都可以做 反過來說 如果你不要核能 你就照著這些反核人士的說法 我們不要核能 我們的能源轉型什麼都做不了 不管是綠能也好 智慧電網也好 什麼都做不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當然 核能能源中繼者 雖然是支持核能 嚴格來說 我們也不是完全支持核能 我們當然知道說 核能發電有它的風險 我們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讓它用 那問題是說 那這個安全的標準是誰認定 那反核人士會跟你說 核災很可怕啊 核災機率很小 但是發生了就 就很可怕啊 甚至有些人還說無限大 但是如果你去看 歷史上三大核災 三里島 車諾比 尤其是最近的福島 你如果真的去分析 它們的成因跟影響 你會發現核災 三里島跟福島 都沒有因為輻射而死人 車諾比 有 56個人 這是根據聯合國下面 多個組織聯名發表的報告 56個人 那我請問你 人類史上到底還有 哪些工業能做得 比核能 核電廠還安全 好 那 它這個新電的公司 它最關鍵的因素 就是反應燃料成本 那因為我國過去十年來 燃料飆漲得非常非常高 可是台電要背負著政策因素 不准漲電價 所以台電的現在累積虧損2000多億 不是經營績效不善 事實上它的經營績效是世界前幾名 你都可以去查的 是因為政策電價動漲 跟不上燃料成本的反應 那新的電價公司就要把這件事情合理化 那當然這個新電價公司其實不必然漲電價 雖然我個人認為電價過低應該漲 但是我必須澄清說這個新電價公司不必然漲電價 因為最近國際燃料價格在走跌 而且未來還有大幅下跌的空間 所以我的觀點認為說 我們應該趁這個國際燃料下跌的機會 趕快通過這個公式有一個基準 那人民受到的衝擊也小 那就算未來再過了一年兩年燃料價格又漲起來 至少那個時候已經有個基準 人民心裡有一個 我算合情合理 大家苦一點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應該現在趕快趁這個機會 把它通過去 但是裡面有一項很爭議的就是要重建成本 那這件重建成本我覺得 我個人支持刪掉 那現在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也是決議要把它刪掉 因為這次真的是太 對人民觀感太差 那我也認為 而且 而且 但是 但是我必須要呈現一件事 人民認為觀感差是因為他覺得台電很爛 台電經營即將很爛 可是我不這樣認為 我會覺得說 你額外加了重建成本這一項 你就會造成人民更加加深台電經營不上 所以需要重建 我個人是一個 我個人是一個大右派 我是一個經濟自由主義者 我完全支持電業自由化 我甚至支持台電民化 但是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在喊電業自由化 都沒有認清 所謂的自由化的真實的樣貌 很多人在想說台電是國營企業 而且是壟斷的電力事業 台電一定是這個壟斷的地位 好像直覺上來說就會有壟斷的利益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你去看過去這十年來 我剛剛講過了 你要負擔政策 所以他不但沒有賺 他還虧 而且虧很大 這不是他的錯 但是他就是要承擔這個後果 我覺得這對台電民文不公平 那當然定業自由化這個是 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其實這個要談可以談很多 而且你不只從經濟的觀點來談 你要從法律的觀點來談 那當然老實說這其實不是我的專長 但是我必須說 定業自由化絕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